难道你真的和我有着血缘之亲 也许我的名字不叫红玉 而是叫苏红玉 谁 是我 红玉 我只想求你 能告诉我一件你们苏家的事 我知道龚绍华也只是想让我扮演你姐姐的提示 他不可能告诉我我的身世 我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我只想拥有我自己 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和我们苏家有关 就因为你长得像我姐姐 不仅仅是因为我长得像你姐姐 贺坤说过 她是在苏家的废墟上发现我的 尽管我失忆了 可是我能清楚地记得苏府失火时的情景 那绝不是幻觉 也不是我的想象 我是真真切切地亲眼见过 如果 如果我和苏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 难道你真的和我有着血缘之亲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也许我的名字不叫红玉 而是叫苏红玉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那好 就算这只是我的痴心妄想吧 求你 看在我也曾拼死救过你的份上 帮帮我行吗 你知道 我明天被交换给龚绍华之后 我和浩宇的缘分就尽了 浩宇就是你的了 即使将来我离开了龚绍华 也再不会和浩宇在一起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和我们苏家有什么关系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大少爷 这是十万大洋的银票 原来的钱建香水厂 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这是夫人以咱们整个乡府做抵押 才凑够了这笔钱 叫夫人放心 香水厂很快就建好了 到时候国色天香的产量 可以提高一倍 这笔钱 很快就可以还上了 夫人说 叫少爷不必操心这些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只要大少爷 在接回大少奶奶的遗骨时 能够记得 自己曾经答应过她的话 手身即是尽孝 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起一件事了 但不知道和你的身世 有没有关系 不管有没有关系 请你先说来听听 我爹和我娘 在吵架前一天 我曾经在后门中无一看到 我娘 和一个女人在争执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不会让你见她的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我女儿吧 这么多年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 哪怕你只让我远远地 看一眼也行啊 我说过 不可能 你要是真的为你女儿好 就不应该来这儿 要是她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以后怎么做人 我真是想见见她 我不会认她的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求你了 不行 你这样会毁了她的 毁了我们苏家 好 雨昕 雨昕 你怎么跑出来了 快点回去吧 那个女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那个女人 后来也没有再见过她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个女人 长相妖娆 尤其是那双眼睛 又大又美 别说是男人 就是女人看了 也会被迷住 那你看看我 她的眼睛 长得像不像我的眼睛 你仔细回忆一下 仔细想想 你这么一说 我倒真觉得有点像了 那那个 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我娘啊 她要找的女儿就是我 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跑到我家来找你 而且听我娘的口气 她要找的女儿 的确是在我们苏家 我当时还以为 是我们家哪个丫鬟的娘呢 不对 如果她要找的只是个丫鬟 你娘为什么不让她见我 难道 她要找的 是我姐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 我和你姐姐都是那个女人生的 所以我和你姐姐 长得才这么相似 不可能 我姐姐是我娘生的 她是我的亲姐姐 怎么可能和那个女人有关系呢 雨昕 你冷静一点 你想 为什么那个女人来过之后 你爹就和你娘发生了争吵 那个女人 会不会就是你爹口中的那个她 你爹和那个女人有 我 别说了 红玉你太过分了 你为了和我们苏家扯上关系 为了和我姐姐扯上关系 你居然这样诋毁我爹和我娘 我没有想诋毁他们的意思 我只是请求你帮我想想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 你出去 马上出去 雨昕 我求求你 你出去 你马上出去 雨昕 雨昕 你听我说 雨昕 雨昕 这绝对不可能的 不会的 这绝对不可能的 雨昕小姐 雨昕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香草 我要回幻沙镇 去调查一件事 姐夫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千万不要惊动她 我过两天就回来 可是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 那我怎么向夫人 和大少爷交代啊 没事的 你放心 我只是去找 当年被我娘辞退的 几个老人家 威胁关于苏家过去的事 不会有危险的 那你可要快去快回啊 好 我来吧 我走了 嗯 呀 妹子 好 好 借 我 你 老 母 我 母